无量寿经科著第四回学习班 第九十四集 2014年10月18日 澳洲静中学院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识慈悲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自了 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日暮图远 古人有个成语 日暮图远 古时候没有车 出门都靠步行 要去一个地方 走了一天 眼看太阳下山 天色已晚 而离目的地还很远 心里着急 印光大师常常引用这个成语 比喻老年人时日无多 而往生还没把握 印光大师对老年人 有一篇专题开示 是周瑜至连旅居士法语 这篇法语表面是给周老居士的开示 实际上普遍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是对老年人的开示 但同样适合年轻人 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 孤焚多事少年人 无偿说来就来 没有哪一位年轻人 有把握保证自己 一定能够活到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日暮图远 时间不多了 但是生死大事 没有办妥 下面一起听听 印主开示的原文 如已七十多岁 不久就要死了 现在就要把一切事 通安顿好 心里头除过念佛外 别无一件事挂签 这临终时方可无挂无碍 若现在还是样样放不下 看不开 这临命终时 所有贪念衣服 首饰房屋 子孙之心 统统献钱 如何能够往生西方 既不能生西方 则如一生守洁涅佛 即所作种种有益之事 完全成了福报了 如现在尚无智慧 虽常精勤念佛 心中尚不决定求生西方 到了来生 享福的时候 决定被福所迷 便要造诸恶业 既造恶业 必定就要堕于地狱 恶鬼畜生中受苦了 此种大苦 皆是现实念佛 不知决定求生西方之所感造的 光 联名乳 孔乳后来 祸成此种景况 故于为乳设法 乳若肯依我所说 就不会因福得祸 现在虽很强健 就要做 就要死了想 凡现在要穿的衣服 留到穿 凡绸缎皮窑等贵重衣服 均分于孙习等 首饰 避窜 耳醉 及金银 翡翠等 通通救济灾民 以此功德 回向往生 若心中 见识小 舍不得赠灾 亦需分于女儿 孙习 孙女等 自己身边 绝不可留此种 令人起贪恋的东西 所有存款 为防养老者 亦需教育孙子 及田地 气质等 亦需交代得干干净净 乳心里除念佛外 不时有一点别的念头 连乳这个身子 也不预计死后 做之摸样安顿 连孙子重孙等 都要当作 素不相识之人 不管他们长长短短 只管念我的佛 一心盼着 佛来接引我 往生西方 如能照我所说的做 一切事通通放下 到了临命中时 自然敢佛 亲垂接引 往生西方 若是人就贪恋 一切好东西 即银钱 地母 房屋 首饰 衣服 即女儿 孙征等 则万万也不会生西方了 西方既不生 则下世 绝有吃福可享 因享福而造业 定归一气不来 堕落山徒 由恶业障必顾 心识不明 众有活佛来救辱 也救不得了 岂不可怜 可抿忽灾 愿辱信我所说 则实为莫大之信 前些天 有位女居士告诉我 古代的妇女 到了四十五岁 就要做兽医 准备后事 她说 她快四十五岁了 也准备做一套兽医 世间人会觉得不吉祥 但这对修行人 是很好的方式 提醒自己 无偿迅速 生死世道 净土圣贤路 有这么一个人 吴炳信 他特地做了一个棺木 每天晚上 睡在棺木中 以这种方式提醒自己 实时做临终响 南宋高中 绍兴年间 吴炳信 在朝廷任官 因为与秦桧 意见相违 被贬持为平民 于是回到故乡 在周城的南边 建筑一间小屋 日夜极燃地 静坐修行 叫人做一个棺木 夜里 则在棺木中睡觉 每到天亮时 就叫童子 敲扣棺木 并唱约 无信手 归去来 三界无安 不可住 西方净土 有连胎 归去来 吴炳信 一听到童子唱歌 急起来 习长客宋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 秦桧死去 因此 又被朝廷 造为礼部侍郎 不久后 又出任常州的知府 绍兴二十六年 被造回京城 经过萧山驿站的旅舍时 吴炳信 静坐休息 才过一会儿 急叫他的家人 仔细静听 大家都听到天悦之声 吴炳信 即说 在清静法界的本性中 因为失恋 而来到此世间 金台既然已经到了 我也该走了 说完之后 即安然往生 我们老年同修们 该好好考虑自己的生死大事了 时间过得很快 说不定这几年 就有无偿到来 到了死时 有没有下落呢 是该好好想一想啊 如果平常没有靠定阿弥陀佛 没有训练 死的时候 一无主张 这样还是要再轮回 如果恶业发动 剁了三恶去 那更是千万劫 再恶到受苦啊 看看自己所在的城市 这一天一夜里 死掉多少人 不要说生西方 就连升天 百千人当中 没有一个 再说修行人里 不求生西方的话 又有多少人 了生托死 现在你已经有把握了吗 准备在临终 怎么来通过 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已经空过了 是该好好算一笔账了 在这一生 修行有多大的进步 烦恼减了多少 业障又消了多少 以五年来计算 以前的五年 有多少进步 往后就只剩下一个五年 或者两个五年 而且经历 越来越衰弱 脑连的苦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如果不抓紧这段时间 尽全力 积好往生之粮 这一错 恐怕就成千错万错了 好好想想 到临死的一刻 自己有没有 生死自在的境界 再想想 现在生一场大病 能不能心里不乱呢 生大病时 心里都做不了主 慌乱 疑惑 何况死亡呢 临终四大分解 就好像活牛剥皮 不是大修行人 哪里能轻松度过呢 再想一想 这一生敢保证 只有善业 没有恶业吗 就看平日里 心里想的 口里说的 身上做的 造了多少业 临终 如果恶业发动 就会把心 拉向三恶去 这一投下去 那是千生万劫 也难以泄脱 躲在恶去 受苦暴时 还会引恶心 旧的业没有报完 又加上新的业 这样就是 无穷无尽的轮转 怎么得了呢 经上讲 七佛以来 游是遗子 八万劫来 未脱鸽身 就是堕落成蚂蚁之后 一直到七尊佛出世以来 都一直是蚂蚁 还有投了鸽子的身体 八万劫都超脱不了 一想到这些 身上寒毛都会竖起来 怎么还不着急呢 在临死的时候 亲父亲母救不得你 儿女代替不得你 你眼睛看看周围 有谁可以做依靠呢 能靠得上谁呢 只有阿弥陀佛能救度你 能射受你 能保护你 能成就你 这不是很明白吗 生死大事 谁都依靠不上 只有靠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抉择清楚了 就要一心一意的 念佛求生净土 对我们来说 再没有第二条路了 再没有第二个 可依靠处了 切切要趁着现在 眼睛还看得见 脚还能够走 还有精力 身体 还健康的时候 身心依靠阿弥陀佛 向佛求哀起年 从早到晚 向佛诚恳祈祷 不可以片刻放舍 如果对这个法门不尊重 靠不定 靠不稳 那就不免糊里糊涂 错过去了 从早到晚 随随便便 无所事事 晃晃悠悠 几年一晃 就过去了 到后面 疾病缠身 卧床不起 口里想念 也念不出 心里想圆 也圆不了 这个时候 再后悔 已经晚了 机会 错过去了 常常要想 我剩下来的时间 不多了 就像风中的缠足 随时都会熄灭 又好像草上的露水 太阳一出 就会蒸发掉 又像水上的泡沫 风一吹 就破灭 又像石火电光 一闪而过 这样一个虚假的身体 到了垂暮之年 随时都会灭掉 不是在早上 就是在晚上 不可不着急呀 人生最多只有百年 现在已经到了晚年 就应当放开心量 看破时间 就像一场戏剧 哪里有真实呢 演戏的时候 台上有各种表演 这里面哪一点是真的 全都是假的 我们在人生之中 就是演一场戏 夫妻的戏 母子的戏 各种家庭事业的戏 已经到了晚年 应该知道 这人生的种种 都是演戏 没有真实 所以不要执着 晚年的时间不多 也就只有三五年了 这三五年 怎么度过呢 就以一生 阿弥陀佛 来消遣光阴 以极乐世界 作为我的故乡 我现在念佛 日后就往生到西方 这是何等的幸运 何等的幸福 这么一想 要常常生欢喜心 不要生烦恼 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 心里起烦恼时 要立即把心 转在一身佛号上 快快地提起来 念起来 再回光返照 这么想 我是阿弥陀佛 世界里的人 怎么能跟世间人 一般见识 这样就回称作息 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高高兴兴地念 世间事 不要多理会 不要争个立场我短 像这样 就是智慧中人了 这是自己得安乐 自己得自在 现在儿女 不孝顺得多 如果在家里 有儿女 对你不好 有时受媳妇的骂 或者住的房子很差 要干很多家务 这些都不要太在意 要一心念阿弥陀佛 其他不要去想它 你想的很多 只会愈想愈生气 愈想愈委屈 要想心里不苦 就要一心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样想 这样念 就会愈念愈欢喜 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心就要一直靠着这句佛号 不离开 只要你心里有佛 一切就都会变好 在小屋子里念佛 这个屋子念得相光庄严 就成了极好的屋子 做家务时 边做边念 做事也变得非常安乐 所以只要一心念佛 其他不想 人生的小苦 就会脱掉 不但这点小苦脱掉 连生死的大苦 也能脱掉 到了临终 阿弥陀佛 接你去极乐世界 那有多好 所以真能放开 一心念佛 不要等往生之后 现在就能实时享受安乐 民国浙江慈禧 有个老妇女 家里穷苦 儿子又不孝顺 有一天 她被儿子骂了 心里难受 就找附近的出家师傅 述苦 师傅说 你知道自己身上有苦 为什么不把苦卖掉 他问 怎么能卖掉呢 师傅说 你专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 临终 佛接你到西方 就断了一切苦 以后只受安乐 这就是把苦卖掉了 老人说 我们母子俩 住同一间房子 里面既有床 又有罩 床下还有猪圈 这么邋遢 怎么能念佛 师傅说 这都没关系 你只管常念不断 有空 就到庙里来拜佛 这以后 老人就依教奉行 一心求脱苦 念佛从不见断 三年过了 在他临终前几个月 他对儿子说 几月几号 我要生西方 你不要外出 给我料理后事 也算尽儿子的孝道 他儿子根本不信 过了一段时间 再次提起时 儿子还是不信 到了临终前几天 他儿子忽然闻到 奇异的香气 到处找 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 这才相信 母亲说的是实话 到这一天 他在家守候 只见母亲沐浴更衣 端坐着念佛往生了 像这一位老人 家里穷苦 儿子忤逆不孝 照一般 晚年是很苦的 但他因为自己苦 而一心想脱苦 就一心靠阿弥陀佛 结果这一切苦 都解脱掉了 老人家们 只要一心一意地 念这句佛 什么时候 都不忘掉佛 那就算在家里做一些事 也不会觉得苦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心里欢喜了 干什么 都是欢喜的 见什么人 都是欢喜的 日日夜夜 有哪一样不欢喜呢 所以晚年要想安乐 就不能离开这句佛 一离开佛 心里起无名烦恼 就又落到苦里去了 如果能这样专一 能这样坚持念 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就可以做到 边做事 边念佛不断 做到了之后 心里的苦 就会越来越小 一定会 越来越安乐 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一句佛号 安度晚年 现在我们讲 老年问题 怎么解决 在一句阿弥陀佛里解决 现在的老人 普遍孤独 如果能把心思 放在阿弥陀佛上 自己的心 和佛心相应 就能去苦 消愁 儿女不如意 怎么能做到 不苦恼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佛念得熟了 世间事 不会想他 心里就不苦 不念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寄托 心总是原在这上面 那就会很苦 所以要把心 换过来 不断地念佛 这样念得好 有佛的加持 进入心里 心情会很好 心里会有寄托 很多常年念佛的老人 耳聪慕明 思维清晰 而且人生有希望 不会对死绝望 所以这是大安乐法门 一想到临终 有阿弥陀佛接应 一想到 有自己的勤修 一定能往生 这个时候 会信心充满 欢喜充满 人的晚年 心里没有了忧苦 身上 虽然难免有一些病苦 但有这句佛号在心 就好得多了 能念阿弥陀佛 就有前途 有希望 没有念佛 各方面的苦 都难以避免 尤其是 老年孤独 寂寞 绝望 恐惧 怎么面对 怎么解决 现在这个社会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还有几代同堂 这个时代 老人 越来越孤独 子女 不孝顺得多 和老人 共处交流的 都很少 但是我们有一句 符号就不怕 因为我们念念在佛 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老人的孤独 是因为自己想不开 没有寄托 又看到儿女 不孝顺 不交流 自己的心 没地方放 但能把心思 放在佛上 一心一意地 依靠佛 佛 不会嫌弃我们 自己的心 会放得开 会开朗 会欢喜 这个欢喜 不必要外在的条件 佛号 常常持在心里 这就是 欢喜灵丹 有人晚年念佛 得到了几十年 得不到的安乐 这不是孝子 所能给予的 不是吃好东西 能得到的 也不是穿衣服 住好房子 能得到的 世间的一切乐 都比不上的 所以要做 有智慧的老人 把心放在 阿弥陀佛上 就一切问题 都能解决 还有 老年人 可能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 慢性病 老年痴呆 老中风 提前怎么预防 还是一心一意的 念阿弥陀佛 祈祷阿弥陀佛 求佛保佑你 加批你 一心投靠的话 自己的晚年 顺利得多 阿弥陀佛慈悲 临终 都能让你正念分明 当然 临终之前 也能帮你 避免这些问题 但你自己 要肯这样来做 所以连老了 就不要再管 世间闲事 应主开始说 凡家中家计 并儿孙之事 皆当置之度外 譬如 我于六十后 就死了 那儿孙 还不是一样做人 我今 只管念佛了生死 他们既不能 替我了生死 我岂可因他们 误我的大事 能如此设想 自然就会 一心念佛了 唐朝的白居易 有几句诗 这样说 于年七十一 不负士淫额 看经费眼力 做福未奔波 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不再做诗 眼睛不好 看经很吃力 做福德 也害怕来回奔波 这个衰弱的身体 折腾不起了 可以度心眼 一生阿弥陀 这老年的心 怎么来度过呢 把心寄托在什么上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行也阿弥陀 做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见 不费阿弥陀 走也是阿弥陀佛 做也是阿弥陀佛 就算非常忙 也不丢掉这句阿弥陀佛 日暮而途远 无声以戳陀 但惜清净心 但念阿弥陀 已经快天黑了 泄脱的路 还很长远 而我这一生 已经错过了 我现在从早到晚 就是以清净心 只念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是不可思议的如意宝 一切世间和初世间的利益 都可以承办 它能解世间的恶难 能解毒 能治病 还能解生死苦 把人从生死轮回中 就拔出来 转繁成圣 所以一切的事情 都能用这句佛号来解决 关键 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老年人容易遇到病苦 遇到一些意外 这时候的第一个反应 应当是提起佛号 比如遇到危难 怎么办 就是放下万元 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求佛慈悲接应 自己往生 这一点 平时就要训练纯熟 一般人对于名号的功德 认识不深 往往会迷信外在的药物 医疗等科学技术 他不知道佛号 有极其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一切不可思议中 以阿弥陀佛的力量 最不可思议 而佛号 就是佛果地的境界 所以应该对 阿弥陀佛的名号 升起极大的信心 用欢喜心 和虔诚心来持练 信心圆满的话 得到的加持也圆满 而且极其不可思议 像现在人 知道有钱 可以买车 买房 可以过好日子 就对钱非常有信心 拼命地赚钱 我们不要相信钱 要相信佛号 不可思议的作用 真正有信心的话 决定会全心地投入 全心地依靠 全力地持练 这样决定得到 真实不虚的利益 极生泄脱的利益 这是最简单 最容易 最方便的 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 谁只有肯持 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 这么不可思议的佛号 这是方便到极点 是阿弥陀佛用来救度一切众生的无上妙宝 关键是 能不能对这句佛号 生决定的信心 能不能持之以恒的持念 如果能 那就一切都变得顺利了 再加上有往生的决定誓愿 就决定能往生西方 我们老人家们 已经这么大年纪 没有很多时间了 这仅有的一点时间 一定要用好 如果自己心里 相信阿弥陀佛 一心想去极乐世界 又能从早到晚 把时间用在念佛上 那就一定能往生 如果这段时间不用好 只是东奔西跑 什么都搞一搞 这样心不专一 没有固定的方向 到了临终 心里慌乱无主 那就危险了 所以不管怎样 年纪大了 最好以西方为归宿 在人间 就只剩下几年了 一定要分清主次 要把往生净土 作为修行的重点 而且要让这个重点 突出再突出 这样一心投入在念佛上 让念佛的念力 一再的加强 最后就是一门心思 唯一念阿弥陀佛 唯一去向极乐世界 这样就一定得佛接引 往生西方 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佛说 置心一触 无事不办 印光大师 更直接地告诉我们 一心念佛 无事不办 今天就报告至此 报告过程 恐有错误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知识 批评指证 不令赐教 阿弥陀佛 不孝地址 试之了 扣成 2014年10月17日 不孝地址